客家宴生日出席代言活動 透露了有家公 是老公昆達入圍金鐘 我有恭喜他 有什麼恭喜 就是傳訊息跟當面公司都有 憲哥有一直講說 如果他真的拿獎的話 家公地位會升高 是真的 這一個能得獎 跟不得獎的差異在哪裡 在於大大 在他家裡的地位 沒有 其實我有點不太懂這個邏輯 我覺得兩個人相處 就是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其實沒有什麼第一第二 甚至一家之處這個概念 我覺得在一起就是互相 所以也不會因為工作多或少 或是得不得獎這些事情去影響什麼 憲哥一直開玩笑 會不會覺得很困難 問他 問親戚 我還好 看到新聞就說 懷孕的男生 剛剛是百年之處嗎 我比較慢之道 沒有那麼痛苦 因為 休息的時候 也是讓自己 我有稍微 就試試看 遠離社群 然後就發現沒有在用社群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感覺是比較清雄 入圍了 就是恭喜 該恭喜的都有恭喜 然後我也覺得這有點像是 一年一五的同學會的感覺 因為可能這個工作做久了 就熟面孔或是認識的人 會越來越多 其實都還是開心啦 因為知道每個人都很努力 看豬腳名單有看到 就剛好模仿飯 入圍兩位 自己都特別喜歡哪一個 我覺得他都演得很好耶 這個還是 留給評審去唱腦筋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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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